佛山 佛山作為武術之鄉和粵劇發源地 是一個可以有歷史和文化的城市 今次就玩足兩天一夜 帶大家看看佛山最旺的地區之一 市原城區 一切感受一下這裡的文化氣息 如果想感受一下歷史文化 這裡一定很適合你 因為這裡集合了粵劇 武術 一些藝術品和特色的道教寺廟建築 眾所周知 黃飛鴻和熱敏都是出生於佛山 早面這裡設立了有關他們的紀念館 進去嘲笑聲 黃飛鴻館裡可以看到關於他的生平 小說 電影和戲劇等等 至於熱敏館 就可以看到一代中師的珍貴照片和信件 喜歡武術的大家一定要去朝聖 來到這裡怎麼可以錯過聖絲表演 藍絲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每日指定時間都會上演 現場看真的覺得很精彩 我現在來到嶺南天地 這裡保留了很多清代至文初的嶺南風格建築 以前都是有錢人的家 不過這裡經歷了活化 將舊的建築 引入了新的店 例如餐廳、文藝小店等等 形成一個舊得來有新的社區 有些新舊家融的感覺 我身後這個叫角洛啡樓的cafe 保濟院大家都知道 這裡以前是製造保濟院的地方 已經成了一百年的歷史 現在就在舊的建築物裡加入了一個新的cafe 馬上看看有多文青 這個櫃應該原本是放藥材 現在就放了咖啡豆 上面還插著寫了橙地的牌 也挺有趣 好 我就叫了兩杯咖啡 這杯名字很有趣 叫薑蔥雞 是不是超美飯咖啡 我現在試試 又真是薑蔥雞的味 竹底火鍋都是佛山名物 一場來到當然要試試 私心推介一定要叫海鮮 喜歡Citywalk的大家 一定不能錯過的小街區 相比起令南天地的熱流 這裡的節奏明顯就慢很多 區內有大量的coffee shop 書店、花店等等 下進來就好像尋寶一樣 隨時發覺到的有趣 可以慢慢地感受一下佛山的遊行 佛山有這麼多東西玩 一天當然玩不完 我馬上開箱一下今晚要住的酒店 Let's go 這間酒店位置很方便 在令南天地走過去 不用五分鐘就到 設有多間客房和套房 房間都挺新正的 最正的是全部都有私人露台 可以看到佛山的景色 酒店的設備都挺齊全的 有齊dream room 游泳池和酒包等等 在這裡超方晚都不錯 我們可以 parlé 請問我們 還有什麼 有這個哪些詩的 是有空嗎 請問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